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在城里面是晚上都睡不着觉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家的 大家好 我是小雅来自老窝 今天还是在乡下这边 回来有两三天了吧 然后我就不想回去 因为觉得住在这边很舒服 很安静 环境呢也是挺好的 很舒服这边的空气 今天是12号了 再等几天呢 我儿子就开学了 然后就带他回去 这几天还是放假的时间 然后就带他回来 我第一次来到我老公老家这边 在乡下这里 我就看见房子 我就有点习惯了 房子为什么要修成两边 每一边呢都要修的是一样的 中间有个楼梯上来 我老公跟我讲说是 在中国呢如果家里有两个儿子 房子呢都要修改成两边 我老公说如果两个儿子有结婚了 以后也是一起过生活的 在老公也是一样的 在老公我们那边是孩子是随便生的 你要生几个人都可以 打比方说在老公家里面有四个儿子 然后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 四个媳妇一起过生活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房子是盖是不一样的 只要自己不想住一起的话 他们也是自己会去盖个房子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都是一样差不多 把床离一下 在这里睡真的太舒服了 睡得不想起来 一般很安静 然后空气也很好的 房间也是收拾好了 下去看一下县面有什么做的 我伯伯呢 好像带棚就好出去逛了 看一下县面有什么做的 我还是把县面这里的东西整理收拾一下吧 因为我伯伯也是一个人在这里干活的 有时候他干活干累了 他就不想收拾了 这个也是理解他 这时候呢 他是休息的时间的了 待会卖果子呢 还是要开始忙 我也帮他收拾一下 其实是相当 Communications 把衣服去洗一下 洗个衣服要走几步路 因为开关水是在这边的 洗衣机呢是在那里 开关水是在这边 洗衣机是在那里的 要把衣服洗完的话 我都要跑了几回 人都舒汗了 我回到乡下这边呢 有两三天了 原因呢 我在城里面是晚上都睡不着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每天晚上睡的话都会想家 特别想家 然后就睡不着 因为我来到这里有一年了 我们二月份来的 刚好是一年了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家的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呢 我就那时候是没有疫情 没有疫情想回老窝也是很方便 回老窝住几个月 然后再来中国 现在的话是不行了 因为是有一行回去要隔离 要隔离21天 也是不方便 这几天呢 都睡得很好的 睡得早 因为这边是很安静 每天呢 跟我妈开个视频 就觉得 觉得好多了 没怎么想家了 我跟我妈妈聊天呢 我妈妈说 你远家 你想家是没错的 但是你要想 你家到这边了 你要把这边了 当成你的家 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不会那么孤单的那种 你就把这边的婆婆 就当成你妈妈 把这边的人 当成你真的亲的姐姐 哥哥 是这样的 你就不会那么孤单 那么无聊 回来到 乡下这边住了几天 然后跟我妈聊天 然后我妈这样跟我讲呢 我就觉得 好多了 远家真的是不容易 不过也是自己选择了 也不能 再想着回去什么了 不说了 说多呢 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哭的 去看一下我的衣服 洗完了没有 妈妈 嗨 你拿什么东西过来了 不不 不 我拿那个牛串 你在哪里拔来了 你在哪里拔来了 你是这个吗 有 刚才我看了你这样一个 我怕你